哎呦 快 快去看看这位大婶怎么了 哎呦 疼死我了 老夫人 她好像脚崴了 快点 快把她扶进来 送到山下去吧 好 您小心 您真是好心哪 大妈 您这上山 是求什么呀 我家媳妇 犯了心痛的毛病 我是来求菩萨 保佑她的 我也是求菩萨 保佑我儿媳妇儿 保佑她呀 弃恶 从善 我没生个女儿 我生了个杀权刀的儿子 都怪我这肚子呀 不争气呀 天下的母亲 都以生子为荣 这位大婶儿 为什么会这么恨 自己的儿子呢 难道自己的儿子 不孝顺吗 不 我儿子非常孝顺 那 那是为什么呢 只恨着儿子 有了媳妇儿 忘了娘儿 忘了娘儿 那 那是媳妇不孝顺了 这媳妇儿 有孝的吗 这话怎么讲呢 媳妇儿的笑 全都在嘴上 这嘴里呀 婆婆长 婆婆短的 这心里呀 巴不得你早死 你想啊 要是你死了 这天下 不就是她们的了吗 哎 我家媳妇 断不会这么想的 她对我这个婆婆啊 比对她的生母还要好的 那一定是丑的 这位大婶儿又错了 我家媳妇长得很美的 连我这个老太婆看了 都会心动的 你呀你 你动的是极恨之心 不 我是欣赏 赏心悦目 我很喜欢她的 你呀 恐怕 是要大祸临门 还蒙在鼓里呀 你这是什么话呀 俗话说 美女皮 蛇些心哪 我看你是心不善 才会说出 这么偏激的话来 小春 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看看少夫人 是不是好点了 是 老夫人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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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听到吗 她不给我机会 我能有什么办法 那你 你就使英招 求你看在我修炼千年的份上 就别再让我使英招了 一旦使了英招 我会万劫不复的 你再修行也难成争 你